好了,在用细针起好了这16针之后,我们依然是正面之正针,反面之反针,实际上它是一个片状的,我们是在这儿做了一个缝合,形成了绣筒,编织的时候呢,也是,你看,你把它看成二分之一就好了,另外呢,还有二分之一,啊,它是一个梯形,编织成了一个梯形,也就是下边窄,上边长的一个梯形,啊,好了,起完这16针,我们往返往返的,织片状,织这16针, 用4.5的缓针,细的缓针,啊,向上一共织了四行之后,我们就要给它改成了6.5的,粗的缓针,看到了吗,6.5,然后,改粗针的同时,我们要在两侧,干嘛呢,规律加针,啊,改的同时,这一行就要加针,啊,在两侧各加一针,分别加在第一针, 和第,倒数第二针的位置,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你要到,嗯,播放列表下边的那个视频教程里边去看,那边会讲得非常清楚,只有那个位置才是最对称的地方,明白了吗? 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我可以用一张图来给你来看一眼啊,也就是我们要在这正针的前提下,两侧都要规律加针,每四行加一次针,一共加了6次,也就是这张图,每四行加一针, 我说的可是左右啊,两侧都要加针的啊,因为你是片状编织的嘛,明白了吗? 要在你16针的起始的位置都要加针,起是第一针的位置就要加,呃,结束的位置啊,是要在倒数第二针的位置加,明白了吗? 啊,两侧都要加针啊,你一共加了4次,如果同学们不能理解前面这个4,是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来给大家解释啊,这是一张非常有用的小图,你很有必要给它解下图来,我来给大家讲解这一部分啊,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你刚刚换粗针,啊,在这儿,加针的这一行,啊,认作是这第一行,第一次加针嘛,对不对? 好了,你看啊,一共16针,你在16针的最边缘这儿,第一针的位置加了针了,对不对? 好了,加这针之后,中间的所有针数依然是知正针不变,当你来到另外一侧,还剩下两针的时候,你要在倒数第二针的位置加针,加完针之后,最后一针原样织好,好了,这一行你完成了,你可以给它翻过来到反面去织了,反面是你是从这个位置走的, 看,反面,直反针,一直直到另外一侧,保持原有针数,不做任何增减,这行完成,好了,然后这行完成之后,你又翻过来,又到正面了,正面这一行,你依然是不做增减,保持原有针数,所有针都直完,好了,你又来到反面了,保持原有针数,全都直完,保持原有针数,好了,你又一次来到了直正面这一行,依然是在两侧,第一针位置加针, 中间针数完原样织好,到倒数第二针位置说,再加一针,最后一针原样织好,好了,这就是你完成了一次,单元加针的过程,我们每次加针,这四次加针,这六次加针啊,每次都是这样的,所谓前面的四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来说啊, 假设我们把加针的这一行当做第一行的话,那么,它就是第二,第三,第四,明白了吧,也就是每四行,每四行啊,加一次针,加六次,明白了吗,啊,这礼拜就已经包含了两次了,有同学说,那到这儿了怎么办,周而复始啊, 这儿就是它,哈哈哈,明白了吧,好了,把这张图解下来以后,同学们全都明白了啊,在经过了六次加针之后,我们的十六针就已经来到了多少呢,就已经来到了,因为你加了十二针嘛,左右啊,我提醒大家,你加针的时候左右都要加啊,别只加一侧,看到我这小星星了吗,两侧都要加啊, 你所有帧数就增加了十二针了,总帧数呢,就已经变成了二十八针,也就是,你现在都知道这儿了,明白了吗,你已经到这个位置了啊,好了,到了这位置之后,然后我们要怎样操作的呢,你现在,我们还拿这张图来举例啊,我们把这一行当成你最后二十八针完成的最后一次加针的一行,你看, 这是你最后一次加针,这面加了,这面加了,是不是,你要反过来要织反针了,对不对,好,去反面织吧,原样织好就行了,当你再来到正面的时候,重点来了啊,要把前两针正针织成一针正针,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减针了,啊,然后到另外一侧,还剩下两针正针的时候,把最后两针正针织成一针正针,你这个时候啊,就相当于, 在两侧可剪了一针,好了,这时候你需要翻过来织反面了,对不对,记住了,反面前两针也要给它 织成一针反针,中间不变,最后两针反针也织成一针反针,这时候你就完成了所有的剪针动作,然后 把你剩下的所有针给它松松的收平边,你就完成了一只锈子,明白了吧,也就是之前我给大家说的这个剪针啊,就是这个样的形式,前面一,一的意思就是什么,每行都剪,剪一针,就是把最前的两针给它合成一针之,二,两次的意思,哈哈哈,也就是每一侧啊,我们剪了两次针,那明白了吧,正面也剪, 我们正面剪过一次,对不对,反面也剪过一次,对不对,一共剪了两针,啊,在两侧各剪了两针,那么 完成剪针之后,你的总针数就剩下了二十四针,啊,这二十四针我刚刚跟大家讲了,你要松松的 收平边,收平边之后,你就完成了这个袖子啊,我对大家的建议是 大家千万千万要完成两个袖片,两个袖片之后,然后再给它缝成袖筒,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拿着之前已经织好的那个袖片啊,来作为参照物,来确保两个袖片,织的是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吗,啊,如果我现在讲的和你实际操作当中有一点出入, 就光袖子这块有一些出入的话,啊,有些不同的话,那么一定要按照我刚刚讲的 这个栏,因为这样才会符合两件衣服的,啊,这两部分的整体 比例,明白了吗,好,这时候啊,我们要按照这个要求完成两个袖片 同时把两个袖片给它缝合成两个袖筒,袖筒怎样缝合的呢 我们一定要正面,直正针的这一面啊,给它挨着向里,给它这样,翻着啊,给它这样,扣在一起,沿着边缝给它缝合好 所谓的边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加针的这个位置啊,加针的这个位置,看到了吗,啊,不能缝多了啊,只能是最后你缝合的这个,这个一点落在你第28针,也就是第6次加针的这位置,它也是整件衣服袖子的最宽处啊,要在这个位置结束你的袖筒的缝合, 我们要从这个位置开始缝啊,一直缝到这边,明白了吗,啊,缝合好之后,翻过来 一定要记住啊,翻过来,跟袖子的正身,跟正身这一部分啊,缝合,我们是从表面缝的啊,而不是用某种方法缝完以后又又又重新翻的,并不是啊 因为我们借助于某种非常巧妙的手段,才能够使得我们在这个位置啊,能够缝得非常的整齐 什么样的手段呢,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啊,找一个,有宽度的东西,杂质也好,像我这种啊,电汤碗的这个,陶瓷垫也好,都可以啊 宽度大概是,不超过22厘米的都可以啊,我这个大概是20.5厘米,不到21厘米的样子啊,都可以 你,如果你那个18,19都行的啊,杂质一类的书本,包装盒等等都行 我们要拿它干嘛呢?这个不在材料包范围之内,我就一件这种自己用的东西 你看,我们要给它放在这位置,充分的支撑住它 能明白了吗?啊,也就是,你看啊,看到了吗? 也就是你这一部分是缝合机 它套过来之后啊,要给它留出来大概三厘米的位置套袖子用 袖子也这样套过来,这部分也这样套过来,那么就形成了 它们两个在这位置啊,用一个相同的撑子撑起来 也就是它自动将你的所有的密度都已经均匀了,明白了吧? 这时候,大家要找出你的腋下的两个缝合机中间的位置啊 给它固定住,拿别扣给它固定住啊,在这位置 看到了吗?啊,固定住之后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上边这儿啊,也拿一个别扣给它固定住 必须要找到它们两个人的正中的位置 明白了吗?所谓正中就是什么 袖子你拍过来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和你衣服拍过来二分之一的这个位置啊,固定好 好了,这时候你就可以缝合了 缝合的时候啊,从腋下开始一点一点一点往上面缝 记住了吗?缝到肩头位置翻过来 再从肩头位置啊,一点一点一点缝过来 最后在腋下的这位置给它固定住 那么你的一个袖子就完成了 另外一个袖子也用这个方法 看似很简单的东西 其实解决了长久以来 大家在缝合袖子与正身位置当中的所有的弊端 大家在完成这一部分时候啊,枝都会 都弄得很好 一设计到缝,所有人的位置啊 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究其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来支撑着它 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啊,大家应该都缝得很好 好了,这个位置缝好之后 我们就会到下一个环节 我会给大家详细的公布各个数值啊 不提准